接下來我們即將進入第一回合 我辛苦懷胎生小孩 老公 你都在做什麼 我懷孕就已經夠辛苦了 你體偏下肢會死嗎 我知道你懷孕很辛苦 大體不要情緒變化這麼大好嗎 我那時候要生的時候 我也有問我老公說 你要不要進去拍 可是他給我的回答是 你知道我很怕血 而且很多男生 很多老公就是因為看到之後 就不行了 所以你希望我這樣嗎 那我當然不希望他這樣啊 就是為了我之後的幸福著想 所以我就讓他在外面等 他沒有 他等於沒有進去 他就在外面聽 聽那個小孩的哭聲 因為我是婆父 我第一胎跟第二胎都是婆父 所以呢 可是小孩送出去的時候 是身上是有血的 他也不覺得有血會怎麼樣 因為你已經看不到那個血了 你看到那個寶寶的第一面 你知道那個太感動了 是這樣嗎 是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我在 但是你身上有血他就看得到 他就會不行 寶寶身上有血都沒有關係耶 而且我在懷孕那個過程 就是那時候 我剛懷孕的時候 我都是自己一個人開車 從台北開到台中 台中開回台北 然後有的時候他會跟我說 你可以開去園林看我 看他爸嗎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陪我一起 他說 所以那時候都是我一個人自己這樣 然後連產檢我還要配合他的時間 只能假日產檢他才能陪我去 平日產檢我就得自己去 他都不陪 那你肚子餓呢 我肚子人家都說老公一定會幫你買對 我也是想說我老公應該可以幫我買一個什麼我想吃的東西 他的回答是你可以先看家裡冰箱有沒有 真的沒有人在告訴我 那我就說沒有 家裡就是沒有東西你去買 他說那你唯一可以挑的就是樓下便利商店 小七看你想要吃什麼我都可以買給你 就只有小七了 其他都沒有 怎麼可以這樣啊 不是 因為他要求了 那孕婦那時候有餓那個 而且孕婦那個是口味 就是突然你會想要吃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他要吃什麼我真的都有買 其實他要求真的很over 比如說如果我們在台北 三更半夜他說 我想要吃基隆廟口的什麼三明治啊 或者是什麼大廠麵餡 我說我們現在 你那個東西是在基隆 他要叫我開三四十分鐘的車程 我說那附近你有什麼想吃我可以買 可是他就是不要 他就硬要吃那個東西 對 一定要沒有抽的 我覺得他是為了要糟蹋你你知道 蹂躏你 他覺得我是孕婦 我有權利的感覺 因為他孕婦很多都會耍那個 你知道我懷孕耶 對 我懷孕 我懷孕 是你女兒要吃耶 不是 而且人家知道 平日他只要進了家門 躺在那個沙發上面 他是連那個幫我拿下水 水就在他面前 我還要幫他拿過來餵他耶 孕婦的時候我沒驗花 所以我們好不容易做了孕婦 他當然要服務我們 不然平常沒有機會啊 你連你的洗澡說抓不到背 洗不到腳 還要我們幫你擠 對不對 你三更半夜的時候說 我的腳痠 抽筋 抽筋 他要幫你按 抽筋按摩 我們就算在睡覺還是會起來啊 抽筋那是真的 我們沒有 真的 我們沒辦法 而且我知道是你經常都是怎麼樣 你知道都是 翻身的時候就抽筋了 對 對 真的 所以後來我後來 我都懷疑有沒有抽筋這個事情 真的有 真的有 真的會啊 我曉得有 有嗎 有嗎 真的有嗎 原來是個迷失啊 迷失 好 OK 真的會 你知道我後來 我到生完之後 有好長一陣子 我翻身還是習慣 腳先這樣子彎 然後再翻身 因為你如果直直的翻身 很容易 所以如果現在電視機很有孕婦的話 你記住你翻身的時候有一個基本動作 你一定腳彎起來之後再翻身 不然你直直的翻身 很容易一翻就 哇 對 整個就抽筋了很痛 常常他們在睡覺的時候 要補充缺蓋 那就是缺蓋 那就是缺蓋 真的啊 對 那就是缺蓋 都是睡著 而且都是翻身的時候 其實我要說 我要講的是 他想要求的 我們都有做 你知道嗎 你說要吃東西 只是他要求的太過分 你說半夜怎樣 我們還是起來喔 可是像有時候咧 他又很誇張的 可能是孕婦神經質 你知道嗎 他竟然要求很離譜的事情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是不是很久沒有怎麼了 你挺了一個大肚子 裡面有我的小孩 那你叫我說要配合你 對不對 那會太誇張啦 總是需要啊 那就配合啊 只能這樣子啊 對啊 勇賢不會要嗎 有啊 對啊 有啊 不是嗎 這個很沒有feel的啊 其實多少都會有啊 那為什麼去基隆買東西 你做不到 不是啊 真的太遠了啦 你三更半夜 回到台中 他說我要吃那個 豐原的那個廟口的 蝦仁肉圓 我說你神經病嗎 對啊 你台中的不吃 你就要吃到豐原 那個家去嗎 只有那家有名啊 就是你會突然想到 有時候你也要把電視 要介紹的啊 所以我說你這是在 糟蹋人 蹂躏 你在故意 接著懷孕的那個 就是看老公對你有多愛 只有那家吃了 不會吐嘛 對啊 而且就那時候才能看出 你對 你到底有多愛啊 所以立行出來 還沒有懷孕之前 我一直認為幻想中 懷孕應該是肚子大了 然後老公就是 每次在你洗完澡之後 會幫你抹那個韌澄紋霜 然後會邊跟你的寶寶說話說 寶寶我好愛你喔 我期待你出師啊 電影看太多了對不對 或者是會拿那個 KING TONG 然後跟寶寶講話 對話這樣 沒有啊 有啊 有抹啊 哪有啊 跟我三秒就結束了 這樣啊 好了好了 結束 要抹很久啊 要抹很久 要啊 然後包括還要按摩小腿啊 面積就這麼大 你要抹多久 就是大概一下 一下就兩下就抹 結果害我現在有韌澄紋 然後每次一看到就覺得很細 我覺得 而且我媽還有我妹他們沒有 只有我有 我覺得一定是她害的 那時候沒有幫忙 她有去很遠地方 媽你買東西吃嗎 沒有 沒有 不是啦 她平常就很龜毛 哪是 懷孕了更龜毛 哪是 她說 我想要吃麵線 女生我不知道 這是真的還假的 突然會想吃什麼東西 懷孕的時候 當然會 是真的 我也有這樣的懷疑啊 那她說 我想吃麵線 要買那個 某一個地方的 板橋的哪一間 我就跑去買 買回來 她說 你怎麼給我加鵝啊 你沒知道我不喜歡吃鵝啊 這樣子 然後她就不吃了 撈起來就好啦 撈起來啊 對 她不要 她就丟著 她就不吃 鵝還是會有那個鮮味 那個腥味在裡面啊 她常會忘記 就像我每次叫她買早餐 我一直交代她 我說早餐三明治 我要去邊 然後 然後我不要小黃瓜 妳這些癖好 我比妳還清楚 對 而且還說那個 美乃滋要抹一點點 薄薄的一層就好 太多很噁心 然後我出去買的時候 我看到早餐店擠的都是人 然後大家都在排隊 然後妳叫我 怎麼對老闆娘 可以講出這種話 我講不出口啊 我怎麼講得出口 對 她不要記得住 你下次寫好 直接告訴老闆娘 以後去就說 這是陳立芹要的 她就知道她要怎樣了 對 但是我買回來 我跟你講還有這個 買回來三明治買好了 照她講的 全部一樣做 她說這個皮 烤得太焦了 不吃 太焦很硬 皮太焦了 她說這樣會有問題 會生病 對 要不吃了 我有這樣子故事 對 因為那時候泳閒 是差不多五六個月 有一陣子她是 她就 突然每一天要吃花生醬 OK 花生醬 還有草莓 她就這兩個樣東西可以吃 後來有天晚上是真的半夜 差不多三點鐘 她就把我搖醒 因為他們都睡不著 她每次都說她睡不著 她就把我搖醒 我說什麼 她說 我說現在三點鐘 我說家裡沒有花生醬了嗎 她說沒有 今天吃完了 我要花生醬 我就說OK好 就穿著拖鞋 我就到樓下311 就買了一個花生醬 買回來 她一看 錯了 拍子不一樣嗎 沒有顆粒 她一定要有那個花生顆粒 這樣才有口感嘛 對 後來我就說 好 沒問題 老婆 為了兒子要吃 我就說好 我就下去 然後我就回到那個711 我就問有沒有顆粒 她說沒有 我就到隔壁巷子的 隔壁巷子的全家 有沒有 沒有 然後我就去附近的四五家便利商店 都有花生醬 都沒有有顆粒的 後來呢 我就想說不行 我沒有回家 沒有帶這個有顆粒的 不行回家 所以你就買了一包花生醬 我就到Welcome 24小時的 一定有 就有顆粒的 我就買了 你知道買到那個 三夜半 那個三點半買到 你知道我多高興 回家 你知道我驕傲 門踢開 老婆 買到了 她睡著了 對 一回來 我一給她 她就說 我好累 我不要吃 你知道 然後你突然 你那個莎娜 你只想罵髒話 你只說 你只想說 你給我把醉碗吃掉 嘿嘿嘿嘿 都跟你講 他們真的是喜歡糟蹋人 真的 因為 你知道不是 是那個三十分鐘 然後你知道你自己找到了 你找到了 我還跟 我記得付錢那個時候 我說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有顆粒的 有顆粒的 然後她說 你知道三點半 去買一個花生醬很奇怪 我說我老婆要吃 我老婆要吃 我買到了 可以回家 回家的時候把她邀請 我不要 我累了 她等太久太累了 很氣很氣很氣 你想把花生醬 全部挖出來 就塞在嘴巴 嘿嘿嘿 你給我吃花生醬 所以你知道我多好了吧 沒有 而且女生 懷孕的時候 把男生當成奴隸 奴役她 視為理所當然的 他們就是這樣子 叫你做什麼 你就要去做 對 真的啊 不然你就生氣 其實你看的表面是這樣 其實她真實是什麼 因為她身體承受很大的 痛苦 沒錯 因為那個子宮在長大的時候 那個子宮有撕裂感 然後壓迫我們的內臟 其實她整個身體是 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對 而這不舒服是 你沒有辦法分攤的 所以也許在情緒上 你多淡淡一點 她彷彿好像那個痛苦 就不會一個人承受 對 可以做 就變成散的感覺 對 我們是吃飽 撐著來刁難你嗎 對 那怎麼回想五個月錢 你那麼爽 真的 但你到底有為她做過什麼 很了不起的 買什麼東西 真的很辛苦的事情嗎 好像沒有 回去 回去 回去